婚礼当天,许宁突然加码,要我给他买价值18万8的钻戒,否则他就不和我结婚,我答应他办完婚礼后再买,可他竟然要我立刻转账,眼看着就要错过及时,我咬着牙给许宁赚了18万8,他才不情愿地上了婚车,可到了婚礼现场,他又突然反悔,拿出价值千万的购房合同塞进我手里。 如果你不买,我现在就和其他男人离开,我捏着手里的购房合同,一脸为难地看着许宁,舞台上司仪拿着话筒正在进行典礼的预热,眼看着来宾越来越多。 我伸手握住许宁的手和他商量,咱们不是买了新房了吗?这个房子太贵了,也不是我这个工薪阶层能买得起的。 你要是想买,等咱们以后有本事了赚大钱了,再买行不行?许宁冷着眼看着我,一把将购房合同抢了过去,抬手对摔,我的脸就是一巴掌,就凭你这个穷逼还能赚大钱。 我等了你这么久,你花了全部的积蓄,才买了个一百多瓶的老鼠洞。 我许宁,天生富贵命,不可能和你这个穷鬼吃苦,既然你买不起千万豪宅,那你就别想娶我。 许宁盯着我,脸上满是厌恶的神情,她靠近我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话说道,因为你不配。 我盯着许宁,抬手摸了摸被她打得滚烫的脸颊,另一只手紧紧地捏成了拳头,你是说你不想嫁给我了。 我以前一直以为许宁只是有些脾气,性子极了些,没想到她竟然是个趁火打劫,十足时的拜金女,许宁冷哼出声,我当然不想嫁给你了。 我怎么可能嫁给你这个无权无视的垃圾,我从一开始就是傻你玩的。 许宁指着我,嘲讽地笑出了声。 你瞧瞧此时此刻的你多搞笑,还想做我许宁的丈夫,做梦吧你。 许宁冷着眼看着我,一把扯掉了头上的头纱,提着裙摆,朝着宾客的方向走了过去。 在宾客的唏嘘声中,许宁停在了我,顶头上似赵燕雄身边,他仰着头得意地看着我,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伸出手搂着赵燕雄的手臂,看着许宁的模样,我垂眸冷笑,难怪许宁从接亲的时候就为难我。 原来他早就找好了下家,我解开衬衫袖口,迈开步子,朝着许宁走了过去,快靠近许宁的时候。 赵燕雄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,我冷着眼盯着赵燕雄,用力地甩开他的手,你这种垃圾不配碰我。 赵燕雄瞪着我,刚要开口,许宁的声音透过话筒传了出来。 江义,你可真够不要脸的,你看着挺老实的,没想到背地里这么恶心。 你背叛我的事,我已经知道了。 真没想到,你一个穷鬼还玩得这么花。 今天我就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你的真面目,许宁的话音刚落,宴会大厅的音响里,突然响起了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的奇怪声音。 一时间,所有宾客都朝着我投来了增悟的目光,我震惊又不可思议地看向了许宁。 你,许宁对身我不懈地翻了个白眼,从今天开始,你的亲朋好友就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渣了。 以后你不仅穷,你还没有道德,是让人恶心地背叛者。 而我就不一样了,我是受害者,是可怜人,所有人都会觉得我没和你结婚是我的幸运。 我盯着许宁那张尖酸刻薄的脸,将放在身侧的手紧紧地捏成了拳头。 许宁,你这么对我,你会后悔的。 许宁仰着头大笑,后悔,我会后什么悔? 如果我今天嫁给你,我才会后悔。 穷鬼,我看着许宁冷笑出声,你不是喜欢钱吗?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钱涨什么样。 我拿出手机拨了个号码,准备五千万现金,立刻送到四季如春酒店。 挂断电话,许宁冷笑出声,你见过五千万吗? 别打肿脸充胖子,到时候被人笑掉大牙。 我冷卓眼看着许宁,机会给你了,一会儿千万别跪在地上,求我回心转意。 我迈开步子,越过许宁,走上了舞台。 就在所有宾客不满的唏嘘声中,大厅的被人从外面推开, 十几个穿着黑衣的男人手里提着皮箱,朝着我走了过来。 我拿过丝衣手里的话筒,让黑衣人将面前的皮箱打开,摆满了整个舞台。 舞台下的所有宾客都瞪大了眼睛看向了皮箱里的现金。 我抬眼看向了不远处一脸震惊的许宁。 弯腰拿起几大现金递给靠近舞台的宾客。 抱歉,让大家千里迢迢跑到这里,看了一场闹剧。 今天到场的所有人,每人都可以领取十万元现金。 我话音刚落。 在场的所有人,就都争先恐后地往舞台上挤, 特别是许宁那方的亲戚。 为了能拿到钱,许宁的妈妈和她亲阿姨在现场竟然大打出手,许宁健壮一双眼睛瞪的老大。 她提起裙摆,越过被打的头发都乱了的她妈妈,挤过人群,朝着舞台爬了过来。 她仰着头盯着我,双手疯狂地抓住了装着现金的箱子,吃力地想要搬走。 可是箱子太重了,许宁使了大力气,箱子却纹丝未动。 她盯着面前越来越少的钱,焦急地扯着嗓子,对着其他人大声喊叫,把手里的钱都放下。 那是我的钱,我是江义的老婆,她的钱都是我的,你们把钱放下。 可周围的人根本就没有一个人理会她,甚至还嫌弃她碍事,将她挤到了一旁, 许宁费力挤过所有人,手脚并用地爬上舞台,跪在我面前看着我,眼泪不停地往下流。 江义,我错了,我刚刚就是在试探你,我怎么可能不想嫁给你呢? 你知道的,我这个人就是嘴巴大,爱乱说话,你别当真,你快点让他们把钱放下。 那是我的钱,我盯着满脸焦急,一张脸都哭花了的许宁笑出了声,我垂眸看着她,语气里充满了戏血,我说不给你买房,也是在试探你。 不过很不幸,你没有通过试探,所以这些钱我全都丢了,也不会给你一分。 许宁疯狂地摇头,伸手想要抓住我的手,我却厌恶地躲开了。 我伸手指了指站在不远处的赵燕雄。 许宁,有人在等你,你就别在这浪费时间了。 许宁跪在地上,朝着我面前爬,他指着赵燕雄破口大骂,他岁数比我爸都大了,怎么可能和你比? 他就是个穷逼,年过半百才买得起一套房子,我根本看不上他的。 许宁转头看着赵燕雄,目光凶狠,语气厌恶,是他逼我的,我怎么可能和他在一起? 姜义,你别误会,我现在立刻就和他划清界限,我只爱你一个啊。 我哼了哼,刚刚你还只爱别的男人,现在又只爱我一个了。 许宁,你的爱可真廉价,廉价地让我恶心。 许宁挣扎着要解释,却被咬牙切齿冲过来的赵燕雄一把抓住了头发,他恶狠狠地盯着许宁。 抬手对于许宁的脸就是几巴掌,臭娘们,叫你见钱眼开,叫你满嘴喷粪,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。 赵燕雄是真的生气了,下手真的重,几巴掌下去,许宁的嘴就被打出了血,许宁吃了亏,趴在地上大声哀嚎,赵燕雄嫌气丢人,灰溜溜地走了。 赵燕雄离开后,许宁哭着求我救救他,我起身走到他面前,居高临下地盯着他,你的报应才刚开始,第二天一大早,我的车刚停下,赵燕雄就一脸殷勤地帮助我拉开了车门,看着赵燕雄一脸谄媚的模样。 我厌恶地垂眸,看向了刚刚他摸过的地方,好好的一辆新车,就这么报废了,真是可惜了,小江总,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,我就是眼瞎,我竟然没有认出你。 昨天在婚宴上的事,是我不对,这是都怪许宁那个那件人,是他求着我和他演戏的我们两个,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,我说的话都是真的,你一定要相信我。 我一边走,赵燕雄这个苍蝇,就不停地在我耳边嗡嗡,我烦躁地停下脚步,赵燕雄差点将那张让人作呕的脸撞在我身上,小江总,我上有老下有小,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啊。 只要您不开除我,您让我做什么,我都没有怨言,我看着赵燕雄的模样,突然觉得,他好像也不是没有用处,我刚好还没想到,要用什么更解恨的方法,惩罚他和许宁,不如就让他们两个自相残杀好了,我故作深沉地盯着赵燕雄,这个机会也不是不能给你,只不过。 小江总,只要您发话上刀山下油锅,我不会有半句怨言。 我点了点头,最近公司想要培养几名美女主播,赵燕雄立刻激动地接话,小江总,这件事您交给我就放心吧。 我垂眸冷笑,我自然放心,死妻子一枚,我有什么不放心,下午,许宁一身紧身于尾裙,妖娆多姿地出现在了我的办公室,看着她为了遮挡脸上的伤,涂抹得厚重到掉粉的脸,我厌恶地别开了头,你怎么还在公司,你不要脸,我还要。 许宁妖娆地往我身边靠了靠。 江义,我知道错了,只要你不开除我,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 我们之间那么多年的感情,你也不能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。 许宁一边抹眼泪,一边不要脸地投怀送抱。 健壮,我立刻厌恶地躲开身子,许宁直接摔进了我的椅子里,她快速地从椅子爬起来,尴尬地整理着勾四的裙子,看着她狼狈的模样,我嘲讽地勾了勾嘴角,我正愁怎么样不着痕迹地给她递个橄榄枝,没想到她竟然如此主动送上门,那也就不必我再浪费时间了。 别说我不念旧情,我们公司最近准备推几个女主播。 你要颜值有颜值,要能力有能力,如果你能大红大紫,咱们之间也许还有可能。 许宁文言一双眼睛瞬间放光,你真的愿意再给我一个机会? 我点了点头,这是内部消息,如果你能力不行,我怕事也帮不了你。 许宁立刻一脸,严肃地向我保证,她说她一定可以成功,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,看着得以离开的许宁,我拿起手机拨通的电话,欲已经上钩了,一个月的时间,我要她们申败名。 我将许宁推上了主播的位置,定位是知性美女主播,她有先天的优势。 再加上我花大价钱给她买的热搜,很快她就成了炙手可热的网络女主播。 公司里原本看她不顺眼的人,也不得不阿谀奉承的韩许宁一声宁姐,许宁的业绩越来越好,我也给她升职加薪了。 还在她破一千万粉丝的时候,送了她一个价值百万的限量款包包,当天全公司的人都在为许宁庆祝,只有赵燕雄一个人落寞地在角落里不停地抽烟,看着赵燕雄不得志的模样,我垂眸冷笑。 许宁声的越高她就会被贬得越低,很快许宁就会成为赵燕雄的眼中定肉中刺,直播结束,公司里的人都走光了,许宁推开了我办公室的门,她眯着眼睛,脸颊泛红,双脚虚浮地朝着我走了过来。 在她摔倒的刹那,我伸手扶住了她,她却顺势扑进我的怀里,痛哭流涕。 江义,我走到今天,有多不容易,你肯定不知道。 自从我知道你是江总的儿子以后,我每天都在逼自己努力,我终于走到了今天。 江义,你再给我一个机会,我们再在一起好不好。 看着靠近我的许宁,我下意识地一把将她推开。 许宁,你现在是事业上升期,我希望你不要太着急。 许宁有些落寞地看着我,你会等我吗? 我垂眸,笑而不语,许宁点了点头,我知道,我现在还是配不上你。 但是,我相信我早晚有一天可以站在你身边。 许宁离开后,我厌恶地将身上的西装丢进了垃圾桶。 第二天一大早,我以董事会的名义,彻底将赵燕雄在公司除名。 快中午的时候,办公室的门,为赵燕雄从外面推开,我看着赵燕雄。 让保安将门从外面关上,门一关,赵燕雄立刻跪在了我面前。 小江总,您不能这么对我了。 我帮您将公司的账号做起来了,主播也捧红了,您不能谢莫杀驴啊。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,这就是职场,所有人都记住了主播的那张脸,后面的功臣谁又记得住。 不让你在公司继续工作,也不完全是公司的意思。 你和许宁又个人恩怨的事,在公司里也不算是秘密。 如今,许宁成了公司一姐,她自然要清除她看不惯的人。 这事是董事会决定的,我也帮不了你。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银行卡,放在桌面上,这里面是三十万,算我个人给你的补助。 你出去再找其他工作,凭你的能力,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过得很好。 赵燕雄盯着我,一双手紧紧地捏成了拳头,她站起身,对施我深深距离攻,小江总,以前是我对不住你。 如今我也算是看清楚了。 冤有头债有主,许宁这么对我,早晚有她后悔的那天。 看着被赵燕雄摔得震耳欲聋的门。 我伸手拿起了那张银行卡,狗咬狗,许宁的人气越来越高,一场直播稀松平常就七位数。 她从一个月过万,也变成了一个月几十万。 以前她舍不得买的奢侈品衣服,现在也是说买就买,眼睛都不眨一下。 我开始带着她出入各种高级场所,带着她结识更多有权有钱的人。 看着许宁端着酒杯穿梭在人群中,知性优雅地和男人交涉的模样,我垂眸勾了勾嘴角,用酒杯和旁边的王总碰了碰杯子。 听闻王总也想要培养女主播。 王总对这许宁的方向眯了眯眼镜。 你明知道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,你还多问。 不过,我听闻,这个许宁可是你僵义的人,不知道是不是。 我垂眸笑出了声,王总你这不是说笑了吗? 我虽年少轻狂,可是娶妻都是要家里长辈做主的。 而且我这个人向来严谨,公事和私事定不会混为一谈的,王总你消息有误啊。 王总笑了笑,两头将杯子里的酒喝了个干净,那今晚我可就主动约徐小姐了。 我捏了捏酒杯,抬眼看向许宁的方向,很快,他许宁就可以如愿地成为他想要的人上人了。 很快,他就会从高处跌落,摔个粉身碎骨,酒会结束,许宁裹着披肩,朝着我的车子走过来。 我放下车窗,指了指身后王总的汽车,王总说,有事找你,今天晚上我就不送你回去了。 许宁一听,刚刚还带着笑意的脸,瞬间沉了下去,他朝着我快步走了过来。 江义,你什么意思? 那个王总几次三番地占我便宜,你让我和他走,这和让我和他。 江义,你打开车门让我上车,今天晚上我哪也不去,我不会和那个王总走的。 看着许宁又冷又急的模样,我慢慢地将车玻璃升了上去,升到一半的时候,许宁开始发疯地派打我的车窗。 江义,你什么意思?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打算和我重新在一起?你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是不是? 我抬手指了指他身后的酒店,你看,即便你已经这么红,这么有钱了,可是这种地方你还是要靠着我才能进去。 你不是说想要站在我身边吗?王总是圈子里有名的权势滔天,只要你傍上他,以后你就可以在上流圈子横着走了,就像。 我抬眸冷卓眼盯着许宁就像当初你背着我和赵燕雄背刺我一样。 许宁震惊地盯着我,张了张嘴,却没说出半个字,趁着他愣神,我将玻璃窗全部升起。 踩下油门飞驰而过,我透过后视镜,看到许宁被王总的人生硬地塞进了车里模样,冷卓眼拨通了助理的电话,跟着王总的车,明天一早看到王总手下的人出来,就立刻报警。 另外,帮我联系之前的大V,今天夜里,把所有关于许宁和赵燕雄的视频都放出来。 我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时间,距离许宁和赵燕雄让我难堪,刚好过去了一个月,当天晚上,据网上大V爆料,知名女网红光鲜背后的种种过往,爆料者将许宁这几年所有的事情都挖出来了。 有图有真相,特别是当初,她在和我的婚礼上,咄咄逼人,骂我是穷鬼,扯了头沙,依偎在赵燕雄的怀里,说我背叛她的视频,几个小时的视频的播放量就破了千万,视频下面就是现场的录音对比图。 再加上知情人士的爆料,一时间全网都是骂许宁的帖子,紧接着,深夜,又有其他博主爆料出许宁上了王总的车,虽然照片不够清楚,但是还是可以看清楚两个人的脸。 视频一出,王总的公关团队立刻出来澄清,可是天刚亮,就有警察将王总和许宁从会所里带出来的照片。 照片里,她捧头垢面,用手不停地遮挡着自己的脸,跟在她身后出来的王总,也没比许宁好多少,但是见过大风大浪的她,倒是没有许宁那样狼狈,看着新闻里的两个人,我垂眸冷笑,昨天许宁还要死要活地不去王总呢,现在看来,昨晚一夜她过得很好嘛,我退出新闻页面,按下内线。 网上的新闻吵起来,热度不要停,最近公司直播方向暂时停一停,仅十个小时的时间,全网就都是许宁的消息,看着网络大V扛着摄像机,将许宁家门口堵得水泄不通的样子。 我垂眸抿了抿嘴角,果然花钱能尸鬼推磨,手机短视频里,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播放许宁家门口的情况,看着许宁她妈几次探头出来,都被吓回去的情景,我虽然表示同情,但是也是爱莫能住。 第三天晚上,许宁大概是再也绷不住了,给我打来了电话,电话已接通,许宁就沙哑着嗓子哀嚎。 江义,是你搞的鬼对不对?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?我现在可是公司里面的当红主播,难道你不想赚钱了吗? 我捏着手机垂眸冷笑,都这个时候了,她还敢威胁我。 许宁,你看清楚自己的情况,你连家门都进不去。 这个时候你应该求我,让我救救你,或者找找王总,让他帮你解决问题,而不是在这里和我大吼大叫。 许宁的声音收敛了一些,江义,我现在真走投无路了, 你帮帮我把拿着热搜撤了吧。 我花了那么多钱,才将许宁送上热搜,她求我我就撤,我怎么那么好说话,我清了清嗓子,因为你公司已经损失了不少钱了,如果再为你撤热搜,那公司怕是要亏本了。 你现在已经臭了,就算把热搜撤了,你也不能再回来直播了。 许宁,你知道的,我是个商人,对我没有利用价值的人,只能抛弃,所以你好自为之吧。 听着许宁那边发狂的吼叫声,我缓缓吐了一口气,这口气憋了一整个月了。 夜里,我家的门被人拍得砰砰响,我吓得坐在床上缓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,我看着监控里,满脸是血浑身是伤的许宁皱了皱眉头,这么晚了来找我,莫不是要死在我家里。 我捏着手机,拨通了王总助理的电话。 之前王总和许宁的消息上了热搜,听圈子里的朋友说,最近王总被他老婆管得很严,助理接到的电话都是直接转接给他老婆的。 最近王总老婆一直在找许宁,如今他送上门,王总老婆一定会感激我的,挂断电话,看着视频里,被几个保镖拖走的许宁,我无奈地摇了摇头,我也是没办法,大晚上的,孤男寡女在一起。 我怕别人说闲话,许宁是在护城河的河边上被人发现的,送到医院的时候,医生都被吓了一跳,但好在,虽然他伤得很重,但是没有一处伤是致死的。 到底是经常替丈夫收拾女人的正公娘娘,刀刀要命,却刀刀不致命,就算是警察查到他头上,也无话可说,这样的手段,我应该学习观摩一下,免得以后吃亏了,只能用放肠限钓大鱼的这种蠢方法,可是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,许宁的新闻都满天飞了, 赵燕雄那条大鱼怎么还不上钩一周后的下午,赵燕雄终于上钩了,许宁在医院消失了,经过警察的调查,怀疑,许宁是被人强行从医院带走的,许宁的病床上还有他挣扎过的痕迹,因为许宁是我们公司的员工。 作为公司的总经理,要完全配合警察的调查,为了可以第一时间找到许宁的下落,警察在和许宁有接触的所有人的手机里都安装了监听器,回去的路上, 我拿着另外的手机,下车拨通了助理的电话,赵燕雄那边什么情况? 助理那边犹豫了一下,老板,许宁是被赵燕雄带走的,我微微松了一口气,果然赵燕雄没有打算放过许宁,我这步棋不算白走,第二天凌晨的时候,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,看着屏幕上赵燕雄三个字,我立刻接通了电话。 小心翼翼地试探,赵燕雄,你在哪?许宁是你带走的吗?赵燕雄没有说话,我对电话假装劝说,赵燕雄你千万别做傻事,虽然许宁害的你一无所有了,但是如果你因为这件事害死了他,你后半辈子就完了。 你有什么困难你和我说?你有今天我也有责任,赵燕雄现在警察到处在找你,只要你自首,我可以想办法救你。 我捏着手机,赵燕雄那边继续沉默,过了很久才说话,小江总,我一无所谓了。 我老婆卷了我的钱和小白脸跑了,我儿子现在重病,躺在医院里等死,医生说有钱也不一定能治好。 这一切都是许宁这个贱人造成的,要不是我,她怎么可能当上女主播? 小江总,事到如今,我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了,许宁这个贱女人为了当上女主播,就在一个月前还和我示好。 她说,只要让她当上女主播,她以后红了,一定不会忘了我的。 所以我才将其他女主播以各种理由淘汰了,最后只剩下许宁一个。 可是她火了,却又将我一脚踹开。 当年要不是我,她又怎么可能爬到今天的位置? 反正,我现在也什么都没有了,我就和她同归于尽算了,听着赵燕雄的话,我握着手机的手解了又解。 我知道许宁不是个好人,但是我没想到她这么贱,她竟然在我眼皮子底下,为了利益还和赵燕雄就情复燃了,还好她碰过的衣服都被我丢掉了。 否则,她这样脏的人,怕不是会将脏病传染给我。 我清了清嗓子,赵燕雄,你要想清楚啊,为了一个女人,电话里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喊叫声,赵燕雄立刻挂断了电话,电话挂断后,我家门铃立刻响了起来。 我打开门,门外,站着整装待发的警察,我有些紧张地捏了捏拳头,能带我一起去吗? 警察按照手机上显示的位置,连夜开车赶了过去,我跟着警察赶到的时候,天都亮了,赵燕雄的车子停在了郊区的废弃工厂外面,我跟在警察身后,小心地走进了工厂,工厂里全都是废物和垃圾,高高低低地堆在一起。 我们根本看不到赵燕雄的位置,警察找了很久,才找到缩在角落里奄奄一息的许宁,许宁被绑在椅子上,听到声响,她立刻抬起头,看到警察,她疯狂地扭动身体。 发出乌业的声音,警察走过去,将她嘴里的抹布拽了出来,她刚能开口,就对着我大喊,江亦,你个王八蛋,我如今变成这样,都是你害的。 赵燕雄的老婆,是不是你让人勾引跑的? 还有她的孩子,是不是你害成那样的? 这一切都是你做的,你凭什么赖在我身上? 当初我背叛你是我不对,可是我已经改过了,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? 看着许宁疯癫的模样,我往警察身后退了两步,警察先生,我看他是不是被刺激疯了,怎么满嘴胡话? 我没有疯,都是你一手安排的,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做的。 你将我捧红,又利用舆论,将我逼到现在这般田地。 王总的事情我也知道了,是你给他老婆打的电话。 那天我都到你家门口了,是你将我推出去的,江亦,你想让我死啊? 看着许宁瞪着我一副,想要将我生吞活泼的模样,我捏了捏拳头,借着头疼想要离开,可是许宁却不依不饶了。 江亦,你是害怕了吗? 我告诉你,别以为赵燕雄就能为你卖命,昨天晚上他给你打电话,就是试探你。 你今天带着警察过来,他就算是拼了命也会杀了你的。 你今天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 听到许宁的话,我身边的警察立刻举起了手里的枪,他们目光严肃地盯着许宁。 许宁如果你说是谎话,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任。 许宁盯着警察冷笑出声,我说的就是真的,我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的,江亦才是这背后的凶手。 是他一步步将我推到这里的。 如果我死了,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的。 许宁的话音刚落,外面突然响起一声凄惨的嘶吼声,我震惊地转头,跟着警察跑了出去。 只见赵燕雄痛苦地躺在了他的车子旁边,他手里拿着一把菜刀,菜刀上面带着血迹,赵燕雄身边站着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察。 他手里拿着一根带着血的棍子,另一只握着手枪的手,正在往下滴血,趴在地上的赵燕雄抬起头盯着我,一双眼睛里充满了仇恨。 江义,我真没想到,这幕后的推手竟然是你。 亏得我还相信你,没想到你竟然把我当枪使。 我帮你把许宁绑在里面了,你动手啊。 只要你敢动手,你就能为你自己报仇了。 江义,你敢吗? 赵燕雄疯癫地想要从地上爬起来,但是被他身边的警察按住了。 受伤的警察是在和他不斗的过程中被赵燕雄手里的刀砍伤的,但是警察并没有当场击毙他,而是选择给他留了一条生路。 许宁和赵燕雄被一起带回了警察局,而我作为两个人的上司,也配合了调查。 虽然在调查过程中,两个人都一口咬定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,但是定罪是需要讲证据的。 他们找不到,那我就是无罪,赵燕雄的情况比较严重。 绑架,袭警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。 许宁,虽然没有被判刑,但是舆论的压力将他逼成了神经病。 许宁在配合调查的过程中,几次精神崩溃,在警察局里大吼大叫。 警察无奈之下,只能对他进行精神病的判定。 判定结果出来后,为了保证大众的安全,许宁被强制性送进了精神病院。 一年后,我特别抽出时间来到监狱探望赵燕雄,他比一年前更瘦了,更老了,可那双眼睛却没了神采。 他盯着我,一双手紧紧地捏成拳头,咬牙切齿地问候我,江义你还敢来? 等我出去,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 我盯着他,缓缓地勾起嘴角,我怎么不敢来呢? 你记不记得我刚去公司的时候,你是怎么侮辱我,欺负我的? 你记不记得,在婚礼现场,你是怎么污蔑我,抹黑我的? 赵燕雄我都记着呢,我这个人没什么优点,就是记仇。 你放心,我会想尽办法让你在里面多待些日子的。 看着赵燕雄暴走的模样,我冷着脸起身往外走,我和许宁也是好久不见了。 许宁被关在单独的房间里,听精神病院的医生说,许宁的攻击性很强。 不停地强调自己没有病,却要攻击每一个来看他的人。 看许宁,只能透过窗户上面的铁丝网,许宁见到我瞪着眼睛,双手不停地在铁丝网上抓着。 江义,都是你害的我,你不得好死,我盯着许宁冷哼出声,你以为装成疯子就能躲避舆论了? 只要我想,就算你是疯子我也能逼死你。 许宁看我的眼神微微一愣,随后他就拼命地用头撞墙,医护人员见状,请我立刻离开。 我往外面走,用余光看向许宁的时候,他明显停顿了一下。 装疯卖傻,如果他有本事就装一辈子。 那我会试一下,看你的关于是房子。 如今的电话,我先走到房子,翻译跟为了炕。